湘巡台风持续禁逼将会对花东 屏东还有恒春半岛构成威胁 不过尽管台风来袭 航特部空训中心今天清晨在屏东大鹏湾海域 依然是执行水域跳伞训练 参训的官兵们无惧风墙大浪 逐一的精准完成任务 展现了平时精炼的成果 从御书机上一跃而下 参训官兵依序从高空跳出 高空中一朵朵散花一字排开 朝向海面目标区精准完成任务 航特部空训中心为了因应各式作战任务 三号清晨六点在屏东大鹏湾海域 执行水域跳伞训练 尽管小犬台风逐步逼近 参训官兵依旧不为抢风大浪 这次参训官兵总共有17名区分三波次 由空军C13栋运输机搭载 从1250尺高空跳出 除了训练人员精准落于海面目标 跟训练人员入水散距解脱 以及防止散衣覆盖处置能力 参训官兵必须先通过基础伞训 同时完成永训等相关训练才能参与实际跳伞 这回国军散训展现实际成果 备受民众肯定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访报道